奥运会都结束了 怎么有的人还在会为奥运健儿在赛场的精彩表现 并且沉迷运动员的格里Vlog无法自拔 是谁呀 哦 是我 奥运健儿们这股格里Vlog内卷风实在是刮得太猛了 不过有像汪顺 碧昆 黄渤凯这样边健身边发福利的 这让网友们第一次觉得内卷是个好词 接下来M君就带大家欣赏一下 我们运动员哥哥的锻炼日常 首先有请游泳队代表王顺 俗话说得好啊 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游泳队的颜值和身材 一条弹力带便完腿了练手 再来两组俯卧撑转体动作 这角度既然这么不把网友当外人 那就多发几条吧兄弟 让内卷持续升级的还有撑杆跳运动员黄渤凯 倒立 俯卧撑 仰卧起坐 训练完了还会玩下卡点变装 麻烦帅哥们都按这种标准卷起来 OK 奥运会拿下男子翻版铜牌的碧昆 有氧无氧动感单车之类的道具都用上了 不得不说 这身健康的巧克力肤色 紧致有力量的肌肉线条 实在是太帅了 最让我目瞪口呆的 还要数靠一招金鸡独立拿下一枚挺壮金牌的五八兵 不仅在床上完成仰卧起坐和俯卧撑等力量训练 还能腾空跳跪 这新颖毫不费力的姿态 中国人会轻功实锤了 热机队的张长宏 更是带起了一股腹肌开瓶盖的风 前进队的运动员们纷纷地挑战 这不比那些小鲜肉甩锅了 这边哥哥们高质量健身打卡 另一边体操队的妹妹们也不甘示弱 范逸玲平地倒立看视频 如与飞几十组不同动作十倍加速 看起来既辛苦又莫名鬼畜 蹦床运动员的房间里都会有一个小型蹦床 朱雪莹斗洞 每天健身完都会去蹦一蹦 对友刘玲玲还是在跳完半小时蹦床后 录起了美妆视频 隔离vlog的kpi和美妆kpi两手刷 李文文则每天坚持完成多组举杠铃动作 一口气做完不带大船 真的太强了 全红蝉妹妹也是超级自律 在床上一遍又一遍重复跳水动作 水花消失数大概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练出来的吧 隔离vlog这个任务算是给陈青晨玩明白了 还拉上国拼队姐妹梦幻联动 同样会玩的还有女蓝运动员杨淑宇 转场剪辑流畅的飞起 节奏又快又轻松 有点东西 不过在本次隔离vlog 国拼队可以说是画风清晰 别的队卷成内阳了 他们只求交上作业 史新捡了一分钟的银子 孙颖莎像在座康复训练 王满玉像急了不玩运动的我 马龙16秒光速下线 班震东练了等于没练 看了体能大佬们的隔离生活 网友们纷纷开始自省 哪怕我有十分之一的自律 本着看了等于练了的原则 网友们对这次的隔离vlog可以说是非常满意 运动员们能保持状态 网友们也学到了居家健身的N种方式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啊 隔离还没结束 行运动员们多多分享你们的日常哦 我向你们敬礼思路 我是M君 爱我你就关注我 爱我你就转发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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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